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待恶行还是要报的 只不过不提倡用激烈的方法 而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公羊传》 甚至直接大复仇论 久世又可以复仇乎 虽百世可也 当然大家也都发现了 复仇不复仇都是人类的思考和行为 但蛇如何复仇呢 然而这是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意思是说 他还上过报纸 因而这个故事来自 《湖北日报》和《汉江早报》 这个被蛇追杀了五年的人 叫做成帝明 是湖北省恩师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历川市中路区 狮子坝乡 民主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但在蛇的眼里 他并不普通 因为他是六宗园 捕蛇者说中 以捕蛇独存的人 1986年4月17日上午 成帝明还是赵往常 约着当地的两个青壮年 周邦军 瞿义华 赏蔡家平捕蛇 这时候 窜出来一条 近一米长的 红花野鸡象蛇 这种蛇非常好认 在它脖子以下 有一段是腥红色的 而这也意味着 这种蛇有毒 属于厚毒牙类毒蛇 就是说 它上河尺 有两枚厚牙巨大 被它咬了 会出现不能止血的情况 还会导致脑出血 肾功能衰竭 既然是作为毒蛇的存在 那就是不能卖钱的 成帝明当即将其打死 正准备跟上另两个小伙伴 结果突然 茂密的草丛里 接二连三追出来 七条红花野鸡象蛇 成帝明吓得一个哆嗦 寒毛倒立 手忙脚乱 打死四条 但剩下的 红花野鸡象蛇 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 草丛中不停有蛇窜出来 越打越多 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 成帝明慌了 大声呼叫 自己的两个小伙伴 周邦军 瞿一划 这才知道 他竟然被蛇围困 半小时之内 打死了几十条 还有更多的蛇 继续从草丛各地出现 于是三人背对着背 开始打蛇 打到后面 手脚发软 才总算脱离了险境 有听见惊呼的人赶来一看 忙数了一数 好家伙 竟然有73条之多 这一次 成帝明时被吓破了胆 又被村中有经验的老人警告 蛇只能躲 不能杀 杀多了 会遭报应 于是再不敢贪图这种钱财 老老实实中了两年地 但1988年 王锦蛇售价居然高至每条30元 王锦蛇又大又没有毒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成帝明又动了心思 毕竟自己老老实实干一年 有时候还不如一次捕蛇症得多 7月12日 他去马鞍山捕蛇 手里握着准备好的蛇叉 衣兜里揣着准备好的熊黄 虽然两年过去 但他手艺没有生熟 不久就捕到一条2.4斤王锦蛇 正得意洋洋之际 他人生中第一场关于蛇的报应来了 他被一条青竹镖蛇咬中脚趾 费了好大劲才将它甩掉 没多久又在路上 和红花野鸡象蛇狭路相逢 再次被咬 治疗花去200元 此后成帝明不管干什么都能遇见蛇 短短两年时间 他就被蛇咬过三次 每次出现的蛇都各式各样 但里面总有一条是红花野鸡象蛇 仿佛被追杀了一样 要不是有人帮他 他都是不能活的情况 而那些蛇也是 就专注咬他 别人理都不理 以至于成帝明有点神经衰落 晚上睡觉总感觉枕头底下 有蛇滋滋作响 但俗话说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91年一个十分特殊的一天 农历七月十五 也就是鬼节 传说中一年阴气最重的时候 这天因为蔡家平有一块责任玉米地 成帝明不得不去除草 而且有妻子陪着 他胆子也大些 虽然他也还记得当初在这里打死的 73条红花野鸡象蛇 于是刚上托 看到三条红花野鸡象蛇时 他无视了 本以为一天会这样平静无波过去 但没等成帝明庆幸多久 他妻子回家做饭的时候 像第一次一样 红花野鸡象蛇 又接二连三出动了 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成帝明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只能自己一个人应付 可这也像第一次一样 红花野鸡象蛇 就像怎么也打不完似的 有种清朝出动的架势 最终成帝明倒地身亡 而他的尸体还是下午六点半时 才被在家中等着他吃晚饭 而迟迟未见他归 只能前去寻他的妻子发现 这一次 成帝明打死的蛇有十七条 而且难以置信的是 原来他的儿子 其实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玩了一下午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见这些蛇的目标 很明确也很执着 后来成帝明被葬在乌鹰岩树下 而他的坟地成了蛇坟 每年七月份 当地村民就会看到 坟上一点杂草都没有 但坟的四周却非常多 然后坟上坟下都会盘跟着无数 或仰望天空 或嬉戏游玩 或注视坟地的蛇 其中就以红花野鸡象蛇最多 那一抹抹的星红色 简直就像铺沉在草丛中的鲜血 触目惊心 蛇复仇追杀人的事件 没有科学的解释 但万物有灵 对伤害对善意 都有自己的感知和判断 所以人类千万不能仗着自己 有颗脑袋 就试图侵占他们的权益 霸占他们的领地 须知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而如今国家是立法反对 打野胃吃野胃的 一旦被抓就会被判刑 即便陈帝明没有被咬死 一直肆无忌惮下去 终有一天会被制裁 从这个故事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道理 一切诸国皆从阴起 一切诸报皆从业起 一生中一切报应 都是自己所种下的果 自己的恶果 只能自己去接受 凡事必出有因 善恶皆有报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凡事都有因果 谁都逃不了 如果我们众生 想要摆脱因果的循环 报应 就应该多做善事 多结善因 只有心存善念 我们的福报才会久远 自己因果 自己承担 自己修行 为自己好 所以生活中 我们要守好自己的心 管好自己的嘴 修好自己的魄 这才是做人的一种境界 人生风水轮流转 当初你看不起的人 说不定哪天春风得意了 当时你犯下的恶 当别人平步青云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一定的惩罚 佛说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因果无处不在 一个不经意的善举 就会种下善因 一个细小的恶念 也会种下恶因 结善果还是恶果 都在人们的一念之间 世间万事万物 也都是由因缘而生 缘尽而灭 我们的每一个信念 每一个行为 都是相当于 播撒在我们 自己内心田里的一颗种子 这些种子 撒下去之后 如果有了阳光雨露的滋养 种子就会可以发芽 开花 以致结果 所以当我们多行供养 多行善事 就相当于 我们种下了好的种子 这些种子 在因缘成熟之后 显现出来的结果 就是得到好的果实 今生种种皆前世因果 世间万般事 不过浮云 对神灵心存敬畏 对万物多行慈悲 得心安 则步步生怜 佛说 一切皆因果 现实中 很多人则只在乎结果 而为了某些个人私利 甚至不择手段 费尽心机 丧尽天良 造下各种恶因 当这些恶因成熟的时候 开始后悔 但是为时已晚 若遇到逆境 就可以知道 一定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才有此恶缘 仔细反省 一定要改过 如果遇到顺境 这应该是自己 以前做了什么善事 才有这样的善缘 仔细回想 加倍努力 继续行善 时间长了 自然身心泰然 荣辱不惊 不怨恨 不骄傲 自得清净 佛说 一切皆磨难 俗话说 修行先修心 暖人先暖己 人活在世上 就是在不断前行 不断修行 而修行最基本的 就是修心 然而身静不如心静 心静不如心轻 我们以不同的心态 面对人生中的善与恶 也会得到不一样的因果 碰到伤害我们的人 明白他们是为了 度我们而来的 遇见爱我们的人 他们是为了 温暖我们而来的 人生 心静才能守嘴 心静才能宠辱不惊 云淡风轻 守心不生怨 守嘴不惹祸 用简单的心带势 以欢醒的心触人 持宽容的心 树人 修心即修行 修行先修心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产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